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男人一出世都是一个儿子 可是因为我们父亲之间没有良好的互动 或者说我们的爸爸不懂得跟我们之间有好的互动 好的沟通 我们很多时候从小我们都觉得我们被压制 被控制 被伤害 被不理解 不被尊重 于是我们男人很多时候从小就不愿意成为儿子 我们都很想赶快长大 我们不想待在那种被压制的环境当中 被控制的环境当中 被骂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不断地想成长 也是因为一长大了我们就自由了 就可以成为所谓的自治 可是想一想 如果我不知道一个儿子的需要 我怎么能够可以去帮助自己更好地去跟自己孩子有健康的关系 一个儿子首先也要懂得怎么去明白了解父亲的心 当然爸爸跟儿子的沟通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父亲在这方面的缺乏 导致我们不去改变 不去成长 以致影响我们跟自己孩子的关系 今天如果说我们都看到自己有这方面的缺乏的话 那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一个儿子到底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父亲 想一想 如果我今天是儿子 我想要得到怎么样的尊重 我想要得到怎样的肯定 我想得到怎样的一个爱护 我想得到怎么样的尊重 那当我明白一个儿子所需要的时候 那是否说这时候 父亲就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儿子去进行交流 进行沟通 让我们都成为能够去肯定 尊重 引导自己孩子的父亲 希望今天这一段视频 能够给你更多的帮助